当红短剧女演员从早拍到完 底妆居然还能这么自然通透显高级 能够让混油皮也毫不费力的拥有高级感底妆 那还得是YC 整个粉质心意到不行 看不到一点颗粒感 不需要在背面拍开 直接就可以上脸 像这样盖章式的拍脸 就可以很好的跟皮肤融合在一起 我用的是B20的色号 我喜欢白一点的底妆 因为这样会更上镜一点 给你们看一下左右脸的对比 这边只是上了一层底妆的效果 修饰皮肤暗沉的同时 还保留了肌肤原本的质感 你们看这边的妆效 真的就是非常自然通透 而且不用担心卡粉假面 眼下和鼻翼这里 就算我再多叠加几层 这妆效 这细腻服帖度 什么实力我就不多说了吧 我现在把全脸都打完 整张脸就像开了磨皮一样 但是又保留了那种肌肤的肌理感 整个妆效就是那种自然通透 这个贵气感一下子就上来了 像我拍短剧 一拍一出门就是一整天 平时戴的呢 也是这个YSL的皮系店去补妆 它是这种精华水包裹的微米级粉底 无论你叠加补妆多少次 都能够跟底妆衔接的很好 看不到一点卡粉跟补妆的痕迹 一天下来 整个妆面还是能保持这种 自然通透的高级妆感 不愧是姐的人生气点 颜值与实力并存 它的包装我也很爱 是高定秀场同款的 黑色微纹加金色的logo 又高级又时尚 在外面补妆的时候呢 也时刻都像是在拍大片 我就问哪个女生 能够抵抗得住YSL皮系店的魅力 怎么说这种蜜蜜蜜蜜蜜 一切也十分留意 就会说明天下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